而且你发现没有 但他跟那个甜甜合作过的艺人 都是相当了得的 你看那个马特达蒙 还有斗森 周润发 刘德华 还有都是国际化的艺 对 说到这个地方 我们就必须要向甜甜道个歉 就是甜甜上完我们节目之后 跟您合作的 那就只有像刘维 前锋 关键是还有一个大索 是的 但我不一样 景田在地球上有好多国际性的代言 有一个非常有趣的 就是我们的函数黑面膜 恰巧我也给他唱过这个广告歌 所以我们两个人也算是搭档过 而且未来有可能我也会成为一颗巨星 其实据我的了解 景田小姐在地球上不只是一个演员 而且是一个麦霸 当那个宇哥和那个薛老师的面 你居然说我是个麦霸 你竟然叫他宇哥叫我薛老师 你有没有搞清楚辈分啊 好尴尬啊 你上来就垮掉 你这个麦也可以有声吗 可以有声啊 我这个麦没声 这个是干嘛的你觉得 来 薛之谦的歌 谁笑得那么深 笑得那么认真 倒映出我躺在雪中的伤痕 我并不猜忽自己究竟我生的脸 什么表情 什么表情 更多一点 有儿在乎今后里有水杯 爱得那么认真 这是 OK 可以了 换一个 我说换一个高级特工来唱歌 好 来 宇哥来 来 宇哥的歌 宇哥的歌 宇哥好 月亮惹的祸 这不行啊 这我都不太喜欢 都是你的错 你的痴痴梦 像一个魔咒 你最爱的还能为谁沉动 我承认都是月亮热的火 那样的月色太美 你太温柔 才会在刹那之间 确实 确实跑掉了 当然我们还是要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开会的一些 终极特工 我们的张雪峰老师 孟小雅 还有我们的周怡 还有我们的干预者 欢迎哲哲 王毅玲 梅耀剑 以及我们的金剧秀 还有楼梨塔新人 欢迎 金肉新人 飞檐走壁人 还有我们的笑点记录新人 欢迎 这一期我们同样是两位副局长 也要加入到被记录的 这样的一个范围 两位啊 就他那样的有必要嘛 也要 这样我们这个终极特工里面 还有一位我特别尊敬的 我的大哥前锋的父亲 锋吧 哎呦 亚硕 看我今天前锋脸色这么难看 他华华坐在后面 我紧张啊 杨迪今天说话要注意一点了 亚硕你知道他和雪峰的关系吗 这个是 叔叔 您觉得雪峰怎么样啊 漂亮 谢谢 那我们的温雅呢 那当然也是很漂亮的 叔叔说你们不要这样 我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了 再次掌声欢迎我们的钱叔叔 谢谢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质询环节 谁有问题赶快举手啊 要问谁 我想请问 薛副局长 很多人说火星情报局第三季 变得不好看了 就是因为你做了副局长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搞事情 你说什么 我告诉你 你说的是对的 学有问题 好 那位女生 我发现火星情报局新来的特工 根本说不了几句话 所以我想请问景田特工 你能保证后期字幕君处理后 你还能说下多少话呢 哇 哇 这边的问题怎么这么难啊 对啊 我不知道我具体能插上几句话 但是目前已经说了两句了 已经保底了 好 接下来 请问杨迪特工 同样是电影咖 您跟景田特工的差距在哪里 首先 长相上 我们俩就有非常大的差距 我是长得比他丑多了 对吧 这是一方面 还有在一些戏份上的那种 我现在拍的戏 都是比较少一点的 所以我希望在景田姐的帮助 姐 你没有比较大 在景田呢 所以今天的热露热露 说不定以后可以多拍一些 更大一点的制作 那个长城二 你就让他演那个怪兽就OK了 领头的那只 我去特效费都省了 我就 我是直接来就行了 最后一个问题的时间 对不对 女生 局长 我想问您 都第三季了 只有您一个人 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提案 是不是您真的没有发现 真的 对啊 等一下 雪佛提过我发现吗 我发现 最近字幕组很红 大家都想要加入 火星情报局字幕组 垮掉的一个发现 局长 你也发现一个吗 很简单 我现在就来一个 我发现 每一个人的心中 都有一个武侠梦 哇 太棒了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提案 天哪 现在要讨论那个提案吗 现在不讨论 不行 我马上就要讨论了 不不不 到目前为止 只有两个人坐在那里 动都不动 特别淡定 一个是年纪大了 一个是认生而已 你以为啊 因为我没有赶到 对啊 你放心 我们在场上所有的人 都没有赶得到 好的 谢谢各位 我觉得这个局长质询环节 一次比一次火药味 都要浓重了 不过 那又怎么样呢 为了让火星和地球的朋友 能够展开更好的交流 改善一下我们这里的工作 来 我们打一个二维码 在前方的脸上 好不好 然后扫一下 能够穿越到火星来搞事情 好不好 接下来进入到提案阶段 好 接下来我们开始体验 第一个体验 薛副局长吧 上一季让我们承包笑点 最多的是哪一位啊 就我本人了 哎呀 真是了不得了 那就还是你了好不好 我就看你今天怎么垮掉 我发现 每一次采访都是一场恶战 大家都知道 因为火星情报局的关系 我呢 事业就是突飞猛进嘛 所以说 难免遇到各种大大小小的采访 你骗人 哎 我这开在提案局长 你的这个事业突飞猛进 不是因为火星情报局 那是因为 是因为娜娜 哎呦 这就是我这个提案的问题所在 因为有很多 那个记者会来提问 他就说 在你的人生道路上 是韩哥对你帮助的 还是娜娜帮你帮助的 我说当然是娜姐 第二天韩哥走在门口 他说 杨迪 在所有的采访上都只提娜娜 不提我呀 我吓惨了 我觉得韩哥应该不会看到你采访 他却看到了 我其实平常是看不到那个的 但是没想到那一天 前锋他就是把那个东西给我看了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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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需要听前锋那些事吗 没有事 我都跟我爸坦白了 假的 但是我真的遇到一次是最可怕的 何老师也是问了我一个类似同样的问题 他说 我和韩哥选一个你会选择谁 我说 何老师你不要搞我 我就 我说我要走了 我要往外冲 何老师说 你运走都不愿意说我好是吗 我又不愿意说你不好 何老师 你还准备说我不好 弄死我吧 我当时没有回答好 我回去洗澡以后我在想 洗澡 洗澡的时候容易有灵感 我在想 我当时应该这样回答 两位都对我的帮助特别大 但是韩哥是父亲的那种帮助 何老师是哥哥的那种帮助 但后来一想 等于说何老师是他儿子 你被罪又乱了